雙十國是日帶您關心到市警服門周邊的最新現場狀況 一早這邊主要是由中正義分局 大約近兩百米的警力負責戒備部署 那他們大約在早上七點鐘已經架設好了 天馬護欄以及車輛的改道牌 目前車輛都是無法進入的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透過鏡頭 目前警方是以這個人牆占兩牌的方式 來進行區隔統獨團體 因為根據他們掌握到的情資 目前在這個統獨團體 大概會在早上九點鐘這邊 到場來進行表達意見以及陳述抗議 而我現在所站的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比較主要是到時候是有獨派的團體 也就是在北側這邊 只有他們在這邊可以來進行表達意見 在另外一頭南側部分 則是有統派的團體 因為他們目前預估到是大約在早上九點鐘 會有三個團體到場 但是也提醒他們是不可以使用大神功的 就擔心會干擾到這個國慶的表演進行 而目前我們了解到是這一回 北市的警方總共是高規格 總共出動了1500名的警力 會來到場做國慶周邊的演練以及戒備 目前呢主要是有五個分局 包含是中正一中正二以及大安萬華 還有松三的部分是在國慶的周邊 而另外呢是內湖士林大同的分局警力 主要是部署在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的周邊 而稍早呢已經包含是有一名的老先生 有到場來舉牌抗議 但是因為旗幟呢因為過長過高 警方也擔心有危險 因此有進行勸檔 而上後呢這邊的最新狀況呢 我們會持續為您掌握了解 我們將先鏡頭交換捧妹 我們在今後課稿上台 我們在那 moitié 與正方向環境的方法 我們將主要的相機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 在雙方的左上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選擇